晚上好朋友们,咱们又见面了 今天晚上咱们说的这故事啊 是个来自河南安阳 名叫梁晨美景的小伙伴 提供给咱们的 他说这故事说实话 凯哥我不太愿意讲 因为故事涉及到我一个特别要好的小伙伴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把自己的故事分享出来 我也说说吧 美景的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小时候 上初三这年 初三这年呢 美景一个特别要好的同学 也是他的发小 也是他的邻居 家里边啊 出了一件好事 这好事是什么呢 就是他爸爸买了一辆面包汽车 按照美景当时生活那圈子 谁家有辆车 是挺不错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同学们都挺羡慕他的 由于这面包汽车买回来之后 那这美景的小伙伴的爸爸 就觉得家里有车了 就想让儿子提前练练汽车 早晚呢 也得给他考个驾照 可是万没想到 他这个儿子天生是个驾驶员的料 上了汽车之后 没有一天 开的可就不比他八叉了 并且尤其是什么挂档 离合呀 人家小孩分配的特别好 那这一下子啊 这小孩在学校里边可就牛叉了 经常啊 虽然没有证件 但是开着车子到同学门口家里边 慌悠去 不过的确他走的不远 再加上那个年代的管理交通 没这么严格 这种事一般情况下 不会被抓的 那在这同学的羡慕下 他这边呢 就越来越逞能了 经常没事开着他爸的车出来溜达 当然基本上都是在这一个街区里 可是架不住 慢慢的这手就熟了 虽然年龄小 他天生会这个驾驶 所以说这孩子就越来越自信 经常开着车 带着一些同学 往远处去 那这一往远处走 这危险可就来了 尤其是住在他们家门口的这几个同学 家里的家长啊 都不让自己的孩子跟这孩子玩 当然了 正常玩没关系 只是千万不能坐着他的车 尤其是美景家里边 美景他爸呀 跟美景305删过 我告诉你啊 你不许坐他的这辆车 他呀 根本就没有驾照 出了事 这可就是麻烦 美景当时比较怕他吧 所以特别听话 但是剩下的几个小伙伴 可不听这套 经常坐着他同学的车出去玩 结果 有这么几个月后 他这车开得越来越熟悉 有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大概是八点多钟 他给美景家打的电话 美景当时接完电话 喂 你干什么呀 哎 走嘛 我开车接你去 咱们玩去 美景当时一听 看了一眼身后的父母 马上特别小声的说 我爸妈在家了 我去不了 我爸不让我坐你的车 说咱们没有驾照 不能开车 当时他那小伙伴听完就急了 什么 不是 你爸看不起我是吗 我告诉你有驾照的 不见得开得过我 我现在都快能飘移了 可是说这些都没用 美景指定今天是出不去的 然后 美景就把电话给刮了 接下来 这小子就给别的同学打电话 可是幸亏是打了一圈 同学家里都不让出去 然后他也是没辙 找了另外的一个小伙伴 跟着他一块去的 当时临走之前呢 他还给美景家里又打了个电话 意思是说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不要去 我带你去兜风 而且还请你吃烧烤 可是美景只能告诉他 我不去 并且最后的时候还特别的劝了他一句 你别去了这么晚了 对吧 而且你没有驾照 万一让人逮了 这不是麻烦吗 可是美景和他这要好的小伙伴俩人是万没想到 这次通话是哥俩最后一次说话了 因为这天晚上他开车出去之后 就出了事了 这事是怎么出的呢 是这小伙伴开车走了之后 大概到了晚上快接近十点了 忽然美景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当时啊 是美景爸爸接的电话 美景当时躺在屋里床上 都准备睡觉了 可是听外边爸爸在电话里边说话 说的声音好像有关乎于自己 一下子美景就注意起来了 当时啊 他听他爸说 啊 真的 怎么样了 特别严重吗 啊 没事没事 他没在车上 他没跟他那小伙伴一块玩 他那什么 刚才晚上他那小伙伴叫他了 我们没让他去 现在到底撞成什么样了 啊 什么 哎呀 哎呀 多亏是没让他去啊 美景一听到这身上汗毛就收起来了 慢慢的从屋里走出来 走到他外边上 爸 咋了 然后他爸当时还拿着电话了 给美景这笔划 啊 那 你 你三叔 三叔 然后美景又问 怎么了 我三叔 你三叔没事 你同学撞死了 什么 美景当时听完 头发都炸了 爸 我 我哪个同学 你说还有哪个同学啊 就刚才叫你出去开车那个 美景顿时间站在原地说不了话了 后边他爸在电话里边跟他三叔寒暄了几句 把电话就刮了 刮完之后 这会儿美景的妈妈他户里也出来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然后他爸就开始把刚才的事整个给他们讲了一遍 原来呀 他三叔啊 大概是九点半左右睡着半截觉 就听见家里楼下一声刹车的声音 而且再接下来就是汽车拉带的声音 并且没隔了一秒钟 通 就有一声巨响 美景的三叔当时一看这就是出事了 马上就跑到窗台 上外边瞧 结果一瞧 只见一辆大车把一个面包车 整个压瘪了 压瘪到什么地步 我跟您说呀 就是这个大卡车侧翻 卡车上面拉着货 整个压到面包车上 这面包车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片了 这会儿三叔一看这个 我的妈 这是怎么了 出这么大的事 再加上自己也爱看热闹 穿衣服就下楼瞧去了 结果到了楼下 没有一会儿 就来了几个人 一看这人呢 就是死者的家属 可是他三叔一看到这死者家属 脑门立马出汗了 这不 这不大哥他们家邻居吗 而且这人我认识 这不是我们家美景同学他爸吗 顿时间三叔顾不得这个了 立马跑回家抄电话 就给美景家打电话 因为他三叔害怕呀 怕车里边有美景在呀 然后再到后边咱就不说了 就是刚刚接电话的那一幕 可是这时候 美景听着他爸讲这一番话 这会儿美景说 我那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流 甚至到这会儿我还不相信 我还半哭不哭地问我爸 爸 你确定是我那同学吗 我爸当时啊 挺声音的 告诉我叔 那能认错了 他爸妈都去现场了 你说现在还在那儿 哎呀 那前些日子就说 让他别开车别开车 这不麻烦了 你说让他爸妈怎么活呀 这孩子 这件事当时对美景的出动特别大 咱们就讲到这儿 咱就不说了 后边足足 这件事使得美景 得有好几个月缓不上来 同时身边几个 都跟他这去世朋友要好的小伙伴们 也都只字不提他 因为一提起来 心里边跟刀扎似的 可是 无论什么事 架不住时间的推移 过去了大概有这么三四个月之后 慢慢的大家就忘却这件事了 都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中 再加上 这班里边有些别的小伙伴 和他不是邻居 对于这个死者的感情 没有这么深厚 结果忽然有这么一天 这天晚上放学 大概是五点多钟 美景和另外的两个小伙伴 一块骑车回家 由于他和另外的两个小伙伴 回家的路有半条路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就这么打打闹闹的 骑着车这么走着 可是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回事 走着走着 其中就有一个缺德的孩子 这孩子就跟美景说 你还记得周梁吗 我告诉你美景 刚才我看见周梁在你车后坐驾上了 美景当时一听 汗毛竖下来了 什么 然后这小子还说 美景顿时不高兴了 周梁是我发小 我们俩打小就认识 他都死了 别拿着开玩笑行吗 可是这小孩嬉皮笑脸 害怕了吧 我告诉你 刚才我真看见了 他就坐在你车后座上了 当时另外旁边还有一个小伙伴了 这小伙伴也在边上跟着起哄 美景顿时间跟这小伙伴结了 你干嘛 你就别起哄了 你们别说周梁行吗 结果呢 人家这小伙伴听话 可是嘴欠的那个还在那儿嗶嗶 这时候 美景有点生气了 不乐意跟他们走了 立马就加快了车子往前骑 但是后边那个嘴欠的还在后边追 干嘛呀 真急的是吗 我不说了不就玩那么治愈的吗 你呀胆怎么这么小呢 可是美景当时压根就不想理他们 温头就加速 但是刚往前加速 没加了有这么二三十下 突然间美景就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尖叫声 哎哟 一下子美景就转过头去 再一瞧啊 只见刚才嘴欠的那个孩子是人养马翻 摔在地上 美景一看这个立马停下车了 但是他有点恨他 他不想管他 只是把腿岔下来回头看着他 可是还没等来得及美景过去了 这小子忽然不对劲了 躺在地上开始两腿蹬 玩命的蹬 而且一边蹬着 一边推自己的这辆自行车 嘴里边还不停的叫混着 郑梁你别过来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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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当时和另外一个同学都傻了 由于另外一个同学离着他比较近 吓得往旁边跑 而且美景这会儿也害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 接下来躺在地上 这孩子是越发动静越大 整个人就是疯了 站起来书包车子什么都不要了 起身就往变道崖子上崩 由于这变道上有大人 人家大人不知道周梁是谁啊 一看这孩子怎么了 就有那男的大人过来帮忙 怎么回事 怎么干嘛 这孩子孩子怎么了 可是 此时这小子跟疯了似的 什么都不管不顾 一路的就往远处冲 这时候 美景一看这个不行了 这得怎么着得帮帮他了 他必定是同学 立马把车就停在边上 下车就追过去了 可是啊 实在是追不上的 这孩子疯了 跑得没一会儿 就不见人影了 那由于他这书包自行车都撂着撂着了 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也在现场 美景一看追不上他 就得回头折回到他这自行车这来 回到这来 美景当时就傻了 就问这同学 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这同学就问美景 你追上他了吗 我没追上啊 我不知道 他疯了就跑到前面去了 做完糊涂了 我找不见他了 然后这两个孩子就不知所措了 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而且你还不能走 他自行车书包在这了 结果就在这俩孩子为难的时候 旁边的大人插话了 那个 小同学们 你们报警吧 你的同学怎么了 他闹什么呀 当时美景不愿意给大人们解释 因为美景也说不清楚 事情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 不过这大人说的话是对的 现在只能是报警了 接下来啊 美景也回不了家了 警察来了 把美景给抠着了 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问了半天 这才开始找这孩子 可是 这警察刚完了这个事 这四十分钟都过去了 只见他这同学大老远的 一身脏了吧唧的 自己朝着这边走过来了 当时啊 没有警察在边上 人家警察已经找他去了 美景一看见他 你回来了 马上美景就跑过去了 可是跑过去之后 只见他这同学啊 好像是跟掉到臭沟里边似的 全身都是脏泥 而且哭哭啼啼的 见了美景之后 就跟见了亲人似的 伸手就去报美景 美景一看着 你别弄我 你怎么回事 你身上这是什么呀 可是这会儿 这小孩就崩了亏了 一边哭着 一边告诉美景说 我错了 我不应该说周梁 我错了 我错了 你跟周梁关系好 你帮我说两句话吧 我怕他还追我 美景当时就懵了 什么玩意儿 什么周梁还追你 刚才你就在那说周梁 周梁周梁 周梁都死了 你怎么还能开玩笑呢 然后这小伙伴 马上又告诉美景 我现在真不是开玩笑 刚才我知道 我嘴欠 我错了 我不应该说的 结果骑板链车 他就霸在我身上来了 然后一直把我追到 这刀好远 后来我跳到一个小水沟里去了 他才没的 朋友们 这时候您可能听着 有点听不懂 有点乱 但是我告诉您 这是真实 不是真实 说错了 这是故事中 还原的现场 现场中这小孩说话 已经语无伦次了 不过这时候美景再傻 他也反应过来了 终于这明白什么意思了 这看来 是冲了邪了 但是此时已经距离下学四十分钟了 美景也得回家交代 所以美景立马做出来个决定 那谁 你把你们家电话给我 我给你爸妈打电话吧 这事不能不告诉爸妈了 你呀 嘴就欠吧 当时这小孩一听美景说的是对的 马上就把电话告诉美景了 然后他呀 快速的就找了个供应电话 通知着孩子爸妈了 后边没过来一会儿 孩子爸妈就来了 来完之后 美景终于可以脱身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美景说 我当时进了家门 我爸没几分钟就看出来了 就问我 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事了 你怎么脸色这么差 我当时坐在那儿不敢回答 憋了半天 我爸有点要急 不是 怎么回事啊 你哥学校惹祸了是吧 然后我爸这么一说 我绷不住了 扑车一下我就哭出来了 爸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说 我我想我那哥们了 朋友们晚上好 今天跟大家又见面了 提到这万圣节 好多小伙伴们就会想起来 一些西方流传过来的 穿着黑色的小斗篷 然后这种小幽灵 或者是南瓜灯什么的 但是这鱿鱼必定是人家老外的节日 咱们中国人 您说有些个别的 对于西方文化传统爱研究的人 您可能懂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 对万圣节的理解 还是迷迷糊糊的 不过呢 您听到这也千万不要以为 咱们这期故事就是个科教节目 来了给大家讲那个什么 万圣节西方文化来了 不是这意思 咱一会后边给您准备 精彩吓人的故事了 而且这故事跟万圣节还有关系 但是咱们在讲述 这个后边重要故事之前 咱得先把这个万圣节 给一些不太了解的朋友 简单的进行一下普及和解说 咱们提到这万圣节啊 好多朋友存在一个小的误区 其实万圣节这个词 本身就是当年 在美国那边的华人区 或者说是英国那边的华人区 当时呢 刚刚去到西方 华人对于很多英文语言呢 还不是说太能完全的融入 然后呢 就会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翻译方式 比如说这万圣节 它就是一个例子 万圣节实际上的真实名字 在西方人认为 它应该是叫万圣夜的 也就是说万圣节 应该是11月1号的头一天夜里边 那才叫真正的万圣节 等于就是10月31号的晚上 到11月1号的这天 那么现在咱这日子给大家说明白了 那大伙这会问题就又来了 那怎么这万圣节 这天晚上我看那个外国电影里边 那小孩们非得打扮成妖魔鬼怪一样 然后四处上人家里吓唬人家 吓唬完了人之后啊 人家还得给他躺 不然就搁你们家门口捣乱 这到底又是什么习俗呢 我跟您说一下 万圣节的起源 其实有很多种的说法 到现在都是个谜题 宗教说法咱就不提了 那个太高大上了 很多人都知道 我跟您说两个 西方的一些民间传说 万圣节有的人说这个起源呢 它是源自凯尔特人的 凯尔特人就是西方那边的一个种族 大概就是在英国这一带吧 就是特别讲究绅士风度的那种 大部分就都是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认为啊 这夏天要离去了 他们经过了多少年的祖先的一个换算啊 大家们发现 到了11月31号这天晚上 这天晚上算是真真正正 夏天要离开了 所有人都要穿上瘦皮啊 毛衣啊 或者他们织那些亚麻布的厚衣服 所以呢 他们就制定出来了这么一个节日 他们永远坚信啊 冬天到来了 黑夜就会变得漫长 尤其到了晚上阴风阵阵的 所以呢 就感觉夏天一走 太阳慢慢逐渐消失 这所谓地狱中的魔鬼就会出现了 所以每到了10月31号这天晚上 凯尔特的这个整个民族的人呢 就一个封锁 就会把大家全部叫到一起 点上篝火 跳着他们民族的舞蹈 喝着酒吃着东西 同时呢 也是为了让大家聚在一起 不要被这些地狱爬上来的怨魂带走 或者是吓到 到了后边慢慢的年复逆年 日复一日的 这就形成节日了 时间长了就起名 叫万圣夜了 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胡说的 其实往往我们老祖先 留下来的很多传统 包括咱们现实生活中的妈妈恋也好啊 这都是一种统计学 这种统计学 它是没有规章制度的 但是呢 它是多少年的老祖先们 慢慢经过日久天长的统计 换算出来的 举个例子 好多老农民说了 这天上只要有火烧的云 明天就得下大雨 这指定是耕地的农民几千代 几十代 上百代 慢慢留下来的这么一个观念 也算是他们自己在心中统计的东西 时间长了 就在民砖流传开了 所以说这个万圣节 应该也是这么来的 那么说到这儿 大家就明白了 这凯尔特人当年肯定是在 11月31号的晚上 看见过什么吓人的东西 不然的话 他们不会叫急了村民 把这所有人都叫在一起 点上大篝火 连喝酒再唱歌的 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啊 西方人当时无知的那种文明社会下的一种 驱魔仪式罢了 同样 这万圣节之说 不见得是凯尔特人之说 他同时也有啊 另外的一种说法 人们认为啊 这古埃尔兰人才是真正发明万圣节的 这当年古埃尔兰人呢 有这么一个叫杰克的 他呀 给魔鬼设下了圈套 他总想把魔鬼控制在树上 不让魔鬼从树上下来 由于当时的古埃尔兰人呢 他们认为魔鬼 就是从树上面下来的 这大树的树梢上啊 是通往地狱的大门 所以杰克当时就使用了他们 自己的一些办法吧 就把魔鬼给控制住了 控制住魔鬼的杰克 当时就跟魔鬼做了契约 他说啊 我死后你不要让我下地狱 不然的话 我就让你永远都不能下来 无论你是到了什么日子 你是不可能来到人间的 当时魔鬼就答应了杰克的承诺 杰克就真的让魔鬼来了 但是没想到 魔鬼还真小心用 并没有伤害杰克 过了一段时间 杰克死了 杰克去世之后 来到了地狱 按照当时魔鬼跟他说的 说你来到地狱之后呢 会有人等着你 就是帮你引魂的那个人 他会给你一块烧红的碳 这个碳呢 是能让你点亮地狱的 在地狱里 除了我们这些特殊的人 能看清路行 在所有人别的 刚来到地狱里的这些冤魂眼里 地狱是全黑的 所以说只要我给你一块碳 能发出光来 你就能找出地狱的出口 然后通往天堂的 当时杰克真的死了 死完之后到了地狱 发现真是像他说的这样的 整个地狱是漆黑一片 上不了天堂的 根本找不着路 这会儿呢 杰克正在着急的时候 就从旁边过来一个 戴着黑帽子的人 这人呢 脸是看不清的 就戴着一个黑色的大斗篷 帽子尖尖的 这人手里边捧着一个火炭 那火炭发着红光 特别的亮 当时杰克一看就坏了 这的确是按照魔鬼说的 把炭送来了 可是杰克是刚刚下的地狱 刚刚脱离了人的躯底 他并不适应 拿手直接去接过火炭 杰克当时有点着急 这当时四处就看 从地狱里边这一看 这旁边怎么长了一大堆南瓜 因为当时手里边这个竹炭 把周边的一些花花草草 都已经照亮了 杰克顺势就从旁边抓了个南瓜 随手就在这南瓜灯上 掏出了几个洞来 几个洞掏空之后 当时杰克也是阴错阳差 把这个洞掏的 就好像人的两个眼睛和一张嘴 再加上放满了火炭里边 您琢磨琢磨 整个这南瓜灯就发出光来了 当时地狱里 隐藏在黑暗中的这些恶灵们 一看见杰克发光的这个灯 又刺眼无比 吓呆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这怎么比我们还吓人呢 所以说杰克拿着这个南瓜灯 就一下子把地狱里 从来没见过光的这些恶魔恶鬼们 给镇住了 提着这盏南瓜灯 杰克就一路从地狱找到了出处 然后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地方 后来慢慢的 美国那边起来了 起来之后 当时的爱尔兰人 以工人的身份 大量的迁移到美国 所以呢 就把这个传说带过去了 那么直到今天呢 尤其是美国人 他们永远都坚信 这个鬼脸形状的南瓜灯 里边点上了蜡烛 那是一定能镇得住 这平安夜晚上出现的这些白鬼灯 所以说 这南瓜灯虽然看似外形上特别的可怕 实际上在西方人的角度中 这是个镇邪之物 也就是说 上面说的这两样 这就是大致西方人 认为的这万圣夜的来历了 不过呢 我不接受反驳 刚才咱说了 您这下边藏龙卧虎 什么本事人都有 有各自各种的说法 我要一一都给大家讲完了 咱这一期什么都别干了 甚至三期都说不完 我也是宅着比较吓人的 比较硬紧的 给大家念叨念叨 所以说大家千万多包涵 我也是尽力说了 但是呢 这并不是咱们家这期节目的核心 凯神是个讲故事的 咱们不是给大家说磕教的 同样 虽然是万圣节特期 但是我还是给您带故事来了 这期故事 咱们讲不了中国的了 因为这个节日在咱们中国 也就是这么回事 可能被一些商家 当成了一些 什么酒吧夜店里边 KTV里边 他搞的活动是搞的最大的 但是在国外 这节日还是非常重视 就好像咱们中国一样 到了七月十五 烧纸的那天晚上 那是多见会出声 这不吗 2006年 芝加哥的这天晚上 刚好就正好是万圣节 也闹了鬼了 行了 大概您明白什么意思了 您现在就把耳朵借给我 我带着您来到2006年的 芝加哥 咱们在讲述芝加哥这故事之前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芝加哥 芝加哥它不像咱们生活在中国 这么一个稳定平等 然后幸福的社会中 芝加哥它是属于美国的 美国的分化是非常严重的 芝加哥的北部地区和西南部地区 简直就是两地分化 芝加哥的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这两个区等于就是平民区 也是主使于黑人生活的区域 同时您到了北部地区 哎呦那就完全变了 那就进入了上流社会了 那就是电视里演的那个高楼大厦 灯红酒绿的芝加哥 那么咱们这故事呢 肯定不是发生在南部地区的 就是发生在西区的 芝加哥西区啊 也不住的都是黑人 他里边也有白人 当然了白人住在这种平民区里 其实比黑人还要惨 今天咱们讲故事的这家人呢 男主人姓芝利哥 剩下的全家人 咱一会儿都用芝利哥一家代替了 这天晚上 他们家出事的这天 正好就是平安夜晚上 平安夜的这天晚上啊 芝利哥的家里的三个儿子 最大的才上小学三年级 就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准备啊 穿上这些吓人的衣服 戴上面具 跑到外边玩去了 大概是晚上八点左右 芝利哥的夫妇说他们出的家门 出了家门发生的一切事情 这芝利哥夫妇是完全不清楚的 到了十点半左右 家里的三个孩子 这才回来 可是三个孩子回到家之后 这家长们就发现有异样 因为他家刚出去玩的这三个孩子啊 就好像和一个两个家长 看不见的孩子正在聊天 聊得欢声笑语的 还特别的认真 就好像这个孩子是完全存在的一样 在孩子们的聊天过程中啊 一开始呢 嘎里哥夫妇认为 孩子们是诚心捣乱的 因为万圣节嘛 孩子们就是想捉弄大人 以这个为荣 当时夫妇一开始就没注意 只是简单说了两句孩子 但到了后边 从这几个孩子在客厅里边打闹的时候 这无意中喊到了一个名字 把嘎里哥夫妇给完全惊到了 这惊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躺在楼上都准备快睡了的嘎里哥夫妇 听到楼下打闹嬉闹的这几个孩子 同时一直在喊着一个女孩的名字 这一开始啊 这名字没听清楚 后边听清楚之后 嘎里哥的男主人就告诉自己的妻子说 别出声 你听听孩子们在喊的是什么呀 女主人这会儿仔细一听也听明白了 这俩人这才同时全身的汉毛 全都竖起来 汉毛竖起来的原因是 因为楼下正在玩的三个自己的孩子 怎么忽然间喊住了 这邻居家十几年前就去世的一个姑娘的名字呢 嘎里哥家的这个父母呀 全是在这个街区上长大的 这条街区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他们都是清楚的 就在十几年前 在他们这条街区上住着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呀 有一个女儿 长得特别的漂亮可爱 嘎里哥他们啊 当时小的时候 跟这女儿还是朋友 可是有这么一天 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这件事情呢 是她亲生母亲引发的 这女孩的母亲在楼下呀 自己的地下室里边制毒 由于那是私人作坊 那根本就不正规 操作流程出现了问题 一下子就发生爆炸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制毒的母亲只是炸成了重伤 可是由于当时制毒的一个 什么氧气机是什么东西 一下就顶翻了 正在二楼上面睡觉的女儿 当时女儿躺在床上睡觉 这制毒机呀 一下子就把女儿 从床上给炸开了 当时的女儿死状 是非常的惨烈 被这东西给炸成了两半 所以说整个这条街上 没人不知道这件事 出事的时候 这嘎里哥家的男主人 也就刚刚十五岁 当时两夫妻在楼上 是已经惊了 这怎么回事 难道咱们家孩子出去把他领回家来呢 这外国父母呀 也疼孩子 但跟中国父母不同 嘎里哥的男主人和女主人 两人在楼上 害怕了 整整在楼上坚持到了 可能得一点多钟 两人都久久的无法睡去 楼下的孩子们是一直在风打乱闹着 其实在楼下的孩子们也奇怪 爸妈今天晚上是因为过节了吗 怎么也不管我们呢 当时父母等于是在楼上完全怂了 只能听着孩子们在河内 所谓的死去的女孩玩耍 那玩耍的细节 由于他们说话的声音特别的大 听得是越来越清楚了 没错 这就是我儿时的那个伙伴 来我们家了 这再接下来呀 正在这对夫妇在楼上 害怕到快到极限接近崩溃的时候 忽然间 他们家这可爱的小儿子 跑楼上来了 一边跑着一边喊着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我要带着他上来看看 这是我们新来的朋友 他就住在咱们家门口 我的天哪 嘎里哥夫妇在屋里边 已经吓得要尿裤了 当时嘎里哥夫妇只能隔着门 在门里边告诉孩子 你们玩吧 爸妈在屋里带着了 不用进来了 我们不方便 您看一下 当时这是吓成什么德行 就这样 整整这天晚上 足足闹到了两点半左右 当那女孩 离开他们家的时候 三个孩子 还特意跑到楼梯口那 上楼上大叫 妈妈 我朋友走了 嘎里哥的夫妇 在屋里边已经吓怂了 根本没有回答 直到他们确定 这孩子完全走了 这夫妇俩人 才打开了卧室的房门 下楼去了 经过后边跟孩子们的一番盘问 又具体问了一下孩子他们朋友长的样子 又不敢跟孩子说明这里边的事 嘎里哥的夫妇这天晚上是又尴尬又害怕 孩子们形容出来那女孩的样子和嘎里哥父亲 小时候的这个记忆是完全吻合的 这件事 转过天来就被芝加哥当时的报纸给报道了 但是富人区那边的人呢 全都坚信一个东西 这是西区那边穷人们在炒作的 可是这件事被报道之后 麻烦了 整个西区这件事闹大了 就在昨天晚上 根本就不只是嘎里哥家的三个儿子带回来了这个姑娘 因为这个姑娘就好像有分身一样 昨天晚上出现在了好多家庭的家里 只是嘎里哥这对夫妇呀 他比较敏感 而且比较年轻 转天就把这事和报纸的记者说了 这报纸记者把新闻一刊登之后 这周围附近的邻居们全都炸了 有些平时要好的邻居 甚至特意跑到嘎里哥家里来找他 最吓人的是 好几个人都告诉他说 嘎里哥 嗯 菲娜真的那天晚上也来你家了吗 哎呦 我的妈呀 他也到我家里去了 这以后明年的万圣节 晚上我一定不再让我的孩子 出去了 好了朋友们 这期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里边有点诚心吓唬人了 没这么吓人的一件事 而且呢 还得跟大家重要的说一下 这是个故事 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就是陪着您呢 过这个万圣节呢 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